布哈拉地区的主要工业包括炼油、亚绵、纺织和其他轻工业 精绣、陶瓷、雕塑等传统工艺也得到复兴 布哈拉地区也是乌兹别克·卡拉库尔洋养殖和毛皮生产的中心 布哈拉地区的气候是典型的前造大陆性气候 克兹雷库姆沙漠占据了大部分领土 土库曼斯坦、俄罗斯沃伊地区、卡斯卡达洛地区、佐拉佐姆地区的一部分 与巴基斯坦、卡拉卡尔共和国接壤 面积40,216平方公里 布索罗地区估计人口为1976,823人 2022年,其中63%居住在农村地区 布哈拉地区的一些主要旅游景点包括 1.布哈拉旧城区 布哈拉老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以活体博物馆和国际旅游中心闻名 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和皮林地区拥有众多历史和建筑古迹 2.克兹类库姆沙漠 克兹类库姆沙漠占据了布哈拉地区的大部分领土 布哈拉地区的一些传统工艺包括 1.金秀 金秀是布哈拉地区的传统工艺 它涉及使用金线和银线在织物上创造复杂的图案和设计 2.陶瓷 陶瓷是布哈拉地区的另一种传统工艺 它涉及使用黏土和其他材料来制作陶器和其他装饰物品 截至2022年 布哈拉地区的人口估计为1976,823人 其中63%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 布哈拉地区首府为布哈拉 预计2021年人口为284,100人 1.米国一人口传统工艺